你們的尖叫聲一下好不好 剛剛最小聲我很在意好不好 好虛偽喔你們 謝謝 謝謝 有人說好帥 我看你們還聽不到 人家歌風在附送一次 你們這裡正能量好多 這裡的正面能量好多 好久不見了 有嗎 有齁 你們要聊天等一下下去聊啦 煩死了 我們就長欸 好的好的 安妮快跟我聊天 好 要發七分幾了嗎 我嗎 我才剛發 卡住七 你們今天是發片場嗎 是是是 好險我知道齁 這次有沒有做一首歌 是啊是啊 叫做那個 你說來聽聽 理想的狀況不是理想 理想的狀況不是理想 對 歌名很長 然後呢 我先插個題 就是我們 發完這張專輯之後 預計 一月嗎 二月 還是三月 我不知道幾月 但是 今天大家 來了這個滿滿的大平台 所聽到的新歌都會發行 這樣子 對 就是 包括 黃劍 然後英雄 跟妮猴氣 我們就會合作 拍照代表 這樣子 耶 耶 那來講 新歌啊 好 那時候安妮就是 做了一個給我 然後沒有副歌 這樣子 就希望我可以那個 弄一些副歌 這樣齁 然後我就聽她的這個歌詞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就寫了一個副歌 這樣講是不是很不吸引人家聽啊 我剛才在罰呆就寫了 好啊你齁 反正她那個歌詞好像是在講說 有關 有關就是人有時候會受限 就覺得 我這個年紀應該要做什麼事 我那個年紀應該要做什麼事 然後 你就會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可是其實很多事情它 並不一定是都很該做 就是你想要幹嘛就幹嘛 不要傷害別人 然後心中有愛 我覺得就很好了 真的真的 我就說真的 因為像 現在大家都結婚生小孩 我還是沒有結婚 沒有生小孩 因為我心中充滿了愛 好的 我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真的給你撐就好 時間 沒有 我的第二專長就是主持人 是是是 對對對 好那我們來唱這個歌好不好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因為這首歌啊 大家在網路上有聽到嗎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一點點這樣 對 因為就是我們這次合作的主題 就比較偏向就是 我們就是要搞死合作的人 對 我們就是不想要做他平常擅長的事情 對 所以大家等一下就聽 就是可以看著我們整三組藝人這樣 好 好 理想的狀況不是理想 是 綠俊 很明信